好 看我们用涂鸦的形式 是为了新单元风暴潮拉开序幕 是不是够特别呢 而其实在我们的涂鸦当中 也隐匿了很多种不同形式的眼睛 就是希望可以通过我们整个制作团队的视角 带您去发现既流行又新潮 最具玩味性的事 总之呢是吃喝玩乐 够潮够话题的地方 我们都会带您一一去体验 而今天既然是第一集 当然也要请来众多朋友帮我们作证了 刚刚我说的朋友们呢 就是这一些仿真度极高的3D公仔 它们全部都是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有没有觉得特别逼真 而其实啊 3D打印技术呢 一直都有运用在珠宝 医学建筑 还有航天领域等等方面 这些年呢才越来越普遍 而且也走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仅仅出现在电影里 还成为了很多朋友们 保留美好回忆的新方法 所以啊 今天我们也来亲自体验一下 做3D公仔啊 首先呢就是要拿我的三维数据 不过大家不要想外 不是我的三维数字 但其实啊 是要比三维数字更加精确的3D数据 但首先呢 还是要摆一个漂亮的pose 工作人员先用手提三维扫描仪器 全方位收集数据 这部仪器的优点是 使用起来方便快捷 比如说收集我的3D数据 只花了几分钟就完成了 当然有优点也有缺点 这部机器使用时 光线也可能会影响效果 那收集数据之后 工作人员就会通过电脑整理 在颜色 外形甚至一些细节上加以调整 或者动动手脚 嘿嘿 师傅 记得把我的脸修小一点 腰再细一点 腿再长一点哦 等待打印期间 负责人Evan也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他对3D打印潮流的看法 以前我们就是将一个平面的照片 然后保留到他那时候的画面 但是现在我们用过3D的探索和3D的刷印的技术 就是将当时那个人的神态 和他穿的衣服的纹理 其实我们都完完全全是可以表达出来 而且也可以捉摸到 我们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3D刷印和3D探索的技术 一定会在年轻人上面普及 还有更多人会接触到 经过耐心的等待 我填穿的3D公仔就要新鲜出炉了 天哪 快看 经过了多道工序 打印了400多层的真人版公仔 终于出炉了 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就能特别的焦虑 而且很兴奋也很紧张 最后出来的成品是不是让我们很惊艳 我一定会好好的 好好的收藏你的 那大概是六七年前 我还在伦敦读书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了3D打印技术 可是那个时候呢 还局限于一些工业的设计和应用之上 不过发展到现在 我们可以很容易通过家用的3D打印技术 去展现我们的创意 比如说打印一副我们自己设计的塑胶眼镜框等等 从曾经去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到增加了我们的生活情绪 我相信3D打印技术 肯定会越来越被大家接受 并且成为我们生活当中 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那今天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体验了3D打印技术 下一次又有什么惊喜带给你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